Hello 大家好 我是爱玩爱聊的各位老王 今天咱们谈谈文化与文明 到底应该怎么理解这两者之间的关系 首先从时间上来看 文化的产生要早于文明的产生 也可以说文明是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才形成的 因为一般认为文化是伴随着人类产生之日起就存在了 但文明至少是人类文化发展到有了文字记录以后才开始出现的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艺术中 将人类社会分为蒙昧时代 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 三个鉴刺发展的时期 文化在这三个时代中始终存在 但文明则是从第三个时代才开始的 其次从空间上来看 文明并没有明确的边界 它往往是跨种族的 跨地域的 而文化概念则一般是指某一个族群 某一个区域或者某些社群的文化 所以你也可以简单的理解为 所谓文化就是一种生活方式和生存智慧 不仅族群之间 国家之间有别 即使一国之内不同的区域也不尽相同 俗话说十里不同因 五里不同俗 说的就是文化的差异 文化只有差异和不同 没有高低和贵贱 都应该受到相同的尊重 而所谓文明应该是人类思想 知识观念进步的结果 就像科学一样 不管是谁发明的 它都是全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 所以文明其实没有所谓东方西方之分 但是有先进与落后之别 借用德国社会学家诺伯特·伊利亚斯的说法 文化是各民族不同的东西 而文明就是各民族相同的东西 所以文化是民族的 而文明是世界的 英语中文明这个词civilization 它源于拉丁文 它的本意有城市化公民化的含义 因为城市的出现 文字的产生和制度的建立 通常是判定文明产生的基本标准 所以说所谓文明 它是社会和文化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 如果就文化而言 事实上欧洲各国都各有各的文化 比如不仅德国文化与法国文化不同 苏格兰与英格兰 普罗旺斯与布列塔尼也很不相同 意大利的北方与南方也有很大的差异 事实上根本就不存在一种叫做西方文化的文化 可以通通的包括它们代表它们 而在所谓的东方文化中 至少中国的文化和印度的文化都是很不相同的分别存在 无法谁被谁代表 谁被谁包括 那么当人们说东方文化是究竟指的是哪个文化 或者哪种文化 所以所谓东方文化也是一个并不存在的文化 因为并不存在一个叫做东方文化的文化 而所谓西方文明的这个说法至少也是不准确的 确切的说应该是发端于欧洲西部地区的 而后由于贸易战争和人口的迁徙得以传播 最后被更多的地区接受了的一种现代文明 它并不是属于西方的文明 更不是仅限于西方的文明 西方或者东方在古代它只是一个地理上的界域 二战以后才变成了意识形态的分野 所以东德在西方但属于东方阵营 而日本在东方却属于西方阵营 但这与文化与文明没什么关系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